欢迎回来今天的Regina Knows 帮你们一下 我上期穿搭视频出了 虽然说好评如潮 毕竟我身材那么好对吧 颜值放在那了吗 也有很多小朋友给差评 理由居然是因为我没说话 偶尔也允许我有一期有一个小小的break 这一期我跟你们说个够 一说好像做一个巨型talkshow一样 其实也没有了 这一期的主题呢 开箱都是女生 谁没个少女梦呢 大家都想看开箱吗 我有好多次在阿玛家玩 然后马上就要走了 已经就是火烧眉毛了 然后她突然就是门铃响了 然后有个邮差进来 就拿了一个包裹过来给她 本来已经粘起来了 然后只有会坐回去 然后慢慢的摆一个睡眉人姿势 在她沙发上 然后等她拿剪刀开箱 如果她找不到剪刀的话 我还会去帮她找剪刀 给你看看我的新手表和手环 其实我已经有在Instagram和微博 发过我的折扣码广告 就是Regina玩85折 然后全球通用官网限购 我也就不懂得跟你们说了 而且各路博主 大的小的老的少老 都在做这个广告 用真心扣 大家一直问我 真心扣在哪 到底怎么用 真心扣在这儿 不管是在Instagram里 还是在视频里面 你们都看不到对吧 因为太小了 在这儿 比我的眼睛还小 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就是这个箱 不是一个很大的箱 这个视频是跟Superbuy合作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没关系 我原来也不知道 我是跟他们合作才知道的 但是你们不要说我不负责任 在决定要跟他们合作之前 我做了很多其他的功课的 好吗 Superbuy现在国内外 一个非常大的海淘转运网站 专门给身在海外 这些小朋友 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你在海外也能轻松买到国货 轻松在国内的淘宝天猫 京东各大商城 各大电商网站上 轻松shopping 无论你想买什么 都是可以运到的 本来就是海淘嘛 但是它的服务呢 具体分成两项 一个是代购 一个是转运 代购呢 就是我走的这项服务 我就跟你讲 代购的过程 其实代购就很简单 我这个人主要是很怕麻烦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 合作做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心想 哈淘宝 因为我这个人不会淘宝 本来就是一个 很out of date的人 很多那些app呀 这些网站 别人说很好运 我都玩不转的 而且呢我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淘宝 还没有怎么开始盛行起来 我缺失了这一方面的经验 人生好像不完整 因为我看大家淘宝 海淘都超级爽的 然后我也不太懂 所以说呢 这其实是我人生 第一单自己下的淘宝单 也是我人生 第一单下的海淘单 我当时是很怕麻烦的 然后我就其实有点不想做 也耐不住 我有一颗想淘宝的心 因为我看淘宝上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大家带的这些什么首饰 吃的小零食啊 用那些发带啊 手机壳啊 买的那些衣服啊 都是从淘宝来的 又便宜质量又好 并且我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 发现很多其他的博主 跟其他那些网上的小朋友 甚至有一些论他什么 大家都在share自己 在superbuy 海淘转运啊 代购的经历 大家都是好评如潮 当然了也不完全是 但百分之九数 那你说每个人 有自己的personal preference 也有自己一些私人的经历 你说中口难挑 也不能满足每个人是吧 做生意试这样 大家也就不要那么苛刻 反正呢 我自己运完这单 我是对我的 这个第一次的海淘经历 非常满意的 也没有我显像中那么复杂 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代购其实basically就是 你自己上网上去找 只要你找到那个商品以后 把链接copy下来 然后放到那个superbuy 手页上 就是你点进代购那个项目里面 选好的商品的链接放进来 然后你就放进来以后 按一下搜索的下面 就出来你那个商品了 而出来那商品以后 你就选好你要的颜色啊 数量啊 样式啊 随便啊 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 选你最舒服的方式来 就把它加到你自己的购物车里面 有一个小仓库 然后就直接投递你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往上付运费 然后买 你可以充值在你的那个 superbuy账户里或者怎么样 就是充值的方法 我本来以为也很复杂 因为我没有国内银行卡什么的 像一个断线的风筝 我发现它可以微信支付啊 可以海外一些信用卡支付啊 就特别简单 扫一扫二维码都付了 我把你说的这很简单的啊 现在在国内 在菜市场买个菜 都可以用微信支付嘛 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微信了 啊 插了一句话 他妈的 这和视频到底是跟谁合作 是跟superbuy还是跟微信 总共是1813克吧 然后运费可能就是206块钱 接近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那边 它会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仓库 而你所有东西运馆 然后就放了个小仓库 然后有专门的客服帮你服务 然后帮你把每一个收到的东西都打开 帮你检查有没有问题 然后都帮你拍照片传上来 然后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我当时就看了一下 所有东西都收起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邮寄到你 然后邮寄的地方 比如说我是加拿大 邮寄到多伦多 把你的地址输进去 然后帮他帮你都放好 然后帮你算国际运费什么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206 对吧 就帮你运过来 然后你就等查收就行 说起来说的这么长 一个包裹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都能寄的包裹 干货包裹 还有另外一个箱 就是一个小箱 里面装着我买的一个IPSA 三色遮瑕 就是那个很小的 那个小块 那个三点色 大家都说超好用 而且也被大家都推烂了 还有另外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 不知道是什么鬼的面膜 我就是买来试一试 因为感觉一箱 你说你好不容易 千里头条海淘意思吗 你不买点什么护肤的东西 显得像个男人 所以说其实我是在最后 疯狂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 随手加了一个遮瑕 和一个面膜的 就不给大家售了 因为大家 IPSA的东西都被大家说烂了 我也还没有用 如果以后我用好 我可以在其他的视频里面告诉你 我是走食用卦的 甚至是走七七怪怪卦 你们想海淘 就找superbike 如果你们不想海淘的话 你们就看看我买了什么 就吃饭的时候 逗逗乐就行 我的超满意 首次处女淘宝体验吧 拆开看一下吧 里面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包的非常好 它是有一个东西 然后放着很多这些甜充的东西 首先因为我脸里呢 是一堆甜充的泡沫塑料 不说了 啊这个 我告诉你们是什么 首饰 这个首饰店呢 是安排我推荐 因为人家都说嘛 你集中海淘 你应该就是避免运费啊什么的 我也不免俗套 你说我怎么能买一堆枕头 买被子买石头 买鞋吧 也太重了 不占空间 就这么一小包包 我所有喜欢的东西都囊括其中了 真是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天堂 就感慨一下 这三个首饰呢 都是来自同一个店 叫做脂肪商店 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 心里有点害怕 感觉呢 这个首饰 这些东西对上了 都是一个体重range 在200到400公斤的 大肥河们买首饰的地方 进去的话 看一下所有的模特 都是大超模脸 和超模长相 我就安心的买了 因为我跟他们 是在同一个 颜值高度上 买了两副耳环 和一个金属choker 金属choker为什么买呢 海报照片是 Bella Hadid 就是时尚的 更新换代 你真的说不清 什么时候就流行什么了 去年都是高腰裤 后世装了有没有 哎有可能了 皇帝的新装吧 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 我穿衣服 哎哎哎 今年我看choker呢 那种绒布的 好像已经有点 all of style了 然后今年流行 是这种金属的 四层的小猪猪金属choker 戴不上 啊有点紧 可能跟我今天T恤 不是很配吧 但它就是一个 金属的一种choker 我觉得其实它是 酷炫风 又是整洁风 又是街头风 又是石膏雅风 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了 你穿一个蕾丝 这棋皮小短裙吧 它就是女神风 就是优雅范 bumper jacket 你穿一个 翟脚牛仔裤 可能就是street style 也不是说那种很粗大 因为我脖子粗 你们知道粗又短 所以说其实呢 我自己本身 还是挺喜欢这个choker 哎呀 另外呢 就是买了一套耳环 两套耳环 其实我是想 均匀搭配 干活不类的 比如说一个choker 一个耳环 一个耳环 一个戒指 但戒指呢 我总是找不到 哪一个set 适合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有时候 就挺奇怪的 你们看 因为关节粗 但是下面又细 我就还是买了两幅耳环 我这幅耳环 我超喜欢 它质地特别好 是一种很重的 那种金属线 就是前面有一个 小的三角形 后面有一个大的三角形 哎 很有层次感 正好颜色 跟我的choker是配的 我今天可以用的 啊 其实也没那么多正好 是我自己知道 我买的耳环 所以说今天 露食品之前 我就没有带 就是准备 给你们带新耳环的 好看吗 我觉得好像还蛮起了 脸瘦的 当然了 送给我另一个 发型跟我一样的朋友 只能露出一边 露不出另一边的朋友 我自己是挺喜欢 这对耳垂的 因为我其实是喜欢 这种质感比较厚重 这不是找虐吗 这耳环轻点比较舒服 我觉得这对还行 有的时候 如果拿到这耳环 放在手里轻飘飘的 我反而会觉得 就放过去 我觉得这个脂肪伤链 的东西质量还是挺好的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今天所有东西链接 都在下面 你们要记得打开我的info box 不要觉得我是吐槽博主 总是不打开我的info box 下一对呢 就是这对 这对好夸张啊 它是有长长的耳线在下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你说 我又不是个很女人的人 老山百中很女人的耳赤 我也不知道穿什么时候戴 你们可以给我点意见 大家平时其实喜欢 什么样的耳垂 我自己呢 就是那种夸张耳垂式派的 但我知道有些人呢 喜欢那种很秀气的 那种复古耳钉呀 耳夹什么的 我不喜欢耳钉耳夹 我就是喜欢长耳垂 我就是喜欢大耳环 你们别说我 我觉得我买对了 完美修饰练习 另外一面 好了 还送了一个袋子 哇质地好搭牌啊 我真是对这次淘宝开箱特别幸福 有一种小孩子第一次 站起来走路 然后走出去碰到一个大狗 然后又喝到一杯 除了母乳以外的 其他饮料的感觉 啊拿不出来了 塞得太紧了 这是干嘛 降低空间 减少摩擦 减少损毁 然后下一样在这个盒子里 您的商品由我精心检验 哦上面有一个条码 我还以为是商品的内容 这应该是那个 Superbuy那个客服给我做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检验项目还挺好的 因为你哪知道那么远 你借过来商品到底是不是对的 有的时候就是只是想让你父母 给你寄点东西过来 但苦于父母 不知道怎么寄的话 你选他们的转运功能 直接就把他们的仓库地址 告诉你父母 让父母给你发过去 放到你自己的小仓库里 直接寄过来就行 要是小的时候我知道 我妈给我寄过来 那么多乱七八糟 很隐秘的生活必需品 就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这里面呢 是我买的化妆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人呢 不是很会化妆 但我很阴吐化妆刷 尤其是喜欢那些facebrush 就是那些很大的brush facebrush中呢 我又最喜欢的是高光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人很喜欢高光 我觉得高光在脸上 整个人就美得不行了 从来都不管我爆炸了苹果肌 如果有的时候 我化的太严重的话 眼归正常 瘦瘦狼 就是淘宝 什么专业化妆刷第一名 然后这个系列呢 是苍蓝系列 下面呢刷笔的 都是Tiffany 上面都是什么 白色的刷毛 有一柄 鹤立基群的 是棕色刷毛 这个店呢 也是安排推荐给我的 我自己不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六把 其中有四把 哎呀 其中有四把 都是facebrush 两把是eye shadowbrush 打开一把把看一下吧 我今天专门没有画眼影 也没有画脸上 任何腮红高光什么的 又被你们看到 我如满月一般的大饼脸了 我就是想试一下化妆刷 化妆大师Regina 给大家试验新款化妆刷吧 这是什么刷子 扁圆刷头的刷子是什么 完了碰壁了 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局部遮瑕刷 然后可以bake眼底 啊什么的那种刷子 没有什么效果 哇 也可能是因为我天生励志 根本就没有需要bake眼下 没有黑眼圈 下一把是 哦 其实这里是有写的 小源头遮瑕刷 啊 这就是一个遮瑕刷吗 你看 下面这个是 眼部高光刷 大面积涂了MAC眼影以后 中间的一小块 就是放一个高光 让眼睛看起来像猫眼一样 很新感的那个刷子 先打个底巴 我也不能指高光不打底巴 人家会骂我 精心化的妆都已经经常被大家骂了 好辛苦 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病 就是用小的手拿的镜子 不会化妆 一定要用一个落地镜 或者很高在装上镜子 然后贴得离镜子这么近 然后才会化妆的 跟另外一个世界的 我问好样那种感觉 用我的眼部高光刷试一下 先打一下那眼角吧 不错不错 刷毛很柔软稚嫩 像少女的双手 导致我这边刷的太多 眉毛下面 好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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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自己是一个 拿着君王的权杖 引领天下的国王 马上就要指挥一场 圣仗的大将军那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化妆 都有这种感觉 也不管我化出来 妆是不是成功的 是不是像屎一样 是不是像仙女一样 但反正呢 化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化妆刷满足了 我对人生日常那种全部的幻想 对少女性的全部满足 还想叠加两层另外的眼影 所以说我决定拿出另外一把眼影刷 这个是小号眼影刷 这把是这个样子 很小的这种长圆头 这个眼影刷质地比较硬 它可能是想说小面积不烂的 这种比较好 先用它刷一下下眼尾吧 跟上面打底的眼影 用同一个颜色好了 面积比较小好操控 再找一个闪闪的 人鱼鸡粉红色 化一下Chris里面好了 哇果然名不虚传 我喜欢这家的化妆刷 真的该软软 该硬的硬 各司其指 小号眼影刷 跟我的Chris宽度是一样 随随便便就化好 其实我也不知道化好 小镜子根本看不到 我这小镜子化妆就像虾的一样 我插一下下一把刷子 这个把 哇 还套 这把被包得好像一个苹果 你们吃过小时候半年的时候 人家送来家的一箱那种苹果 每一个都是被这种 像变态一样的靠子靠住 然后整个人想去抢银行的劫匪 把一个丝袜套在头上一样 这刷子味道好香啊 这个是小松鼠修容刷 修容我总是习惯的 最后才用的 哇 这个没写 这应该可以刷腮红吧 我就用它来刷腮红吧 我给你们看我新买的Z palette 里面一打开是一整个世界啊 大帅帮我迪跑了 在网上查了教程 蜡烛烧啊 在用牙线勾啊 什么在用镊子翘啊 然后在用手抠啊 它全都做了 不知道这个刷子刷彩虹 会不会有点太大 白白的刷子占了黄色 有点心疼 贼温柔 这刷子给人的感觉 也不是说那种非常软 感觉五骨一样 然后掉毛那种 该有的力度也有 在脸上特别亲和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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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人类阻止不了我大淘宝 再刷一个高光 就剩下我最后的一把刷子 这是就是我买了 他们家一个很出名很大号的那个 火苗刷 这个叫火焰刷 像一个燃起来的蜡烛 那种火苗头一样的那种 形状的刷子 摸起来就有一种满足感 这个太大了 我估计不能刷高光吧 但是我还是用它试一下高光吧 刚才我刚刚开始开视频的时候 因为高光腮红都没有 我感觉我整个人像没穿衣服一样尴尬 好了一切就绪 就到了最后一步 修容了 我知道它为什么叫小松鼠修容刷 它三号它这个头还有点扁扁 就像一个刻多的松子 把牙刻到一边磨损 另外一边正常 然后高度不皮 有点牙歪歪的一个小松鼠一样 对不对 我要用那个butter bronzer 以及被我递泡了 from facetious formula 今天的region nose化妆教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还有其他东西没有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推荐是名不虚传的 而且又不贵 就是像这把最大种火苗刷 已经算是他们最贵的花苗刷了吧 也就是70块钱一把 人民币 其他都是三四十一把 二三十一把 挺物超所持 20加毕竟是100人民币了嘛 所以说就是不到20一把 那真的是挺便宜 就是不知道掉不掉毛 让我亲身多检测几遍 白色的刷毛 上面沾了一点其他的颜色 像是一朵白莲花 沾染了一点点世俗 更有那种风韵 搞定 目光 其实我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下一样的是这个 哦 这包子好好啊 这袋子呢写着 重新定义购物super bag 我知道游记选项的时候 我有让他们就是把我那些 不必要的 比较大 比较占的地方 或者比较重 或者比较易损毁的包装啊 掉牌都拆掉 然后让他们帮我重新打包 打包成一种比较轻便啊 省地方 然后比较抗摔碎的这些包装 所以他们可能帮我 重新包了一个袋子 然后装了泡沫塑料 而且呢 我一点税都没有打 其实我游记的时候 他们有跟我说 你写一下 你这个包裹的value 然后他们有帮你建议 那个price range 就是像你这么重的包裹 一般写几块到几块美 比较不容易被打税 我就按照他们给那个ringe 随便写了一个价格 然后过来呢 果然没打税 哇 一打开一股香气 呼鼻而来 我知道什么了 名以实为天 是我买的吃的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奶酪嘛 就搜了一个微博上的 奶酪店铺 手工小白乳酪点心 盒子好衣术啊 就是那种纸的牛皮纸盒子 上面写着 往事只能重来 大朵大朵的花 跟在花上祝福的小鸟 三号让我想起了王家 为的那些电影 年轻的时候 梁朝伟跟张曼玉说 假设我多一张船票 你愿意跟我来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张曼玉气泡上的花 就是这个样子 文艺吧 块一块一块的 像是那种轻乳酪蛋糕 它中间其实是有夹心的 我记得我当时选的是 混合夹心吧 那这个肯定是可可 绿色的肯定是抹茶 黄色是原味吗 那我是一个巧克力味的吧 鉴于我近期非常喜欢吃巧克力 我本来以为 它这个饼干的那种外壳肯定是硬的 结果它那个外面是糯糯软软 就好像是蛋糕一样 里面夹着夹心 很重的那种奶酪的那种 香香的那种酸味 不知道怎么形容 蛋糕味道 中间夹着一层那种 棉的巧克力夹心 如果单吃 我想如果吃好多块 可能会有点腻 然后你就可能配茶 当早餐 或者当下午茶的零食 绝了 让我再吃点 要不要再吃一个抹茶味呢 算了 还是留给大帅和艾玛吃一点 他们都还没吃过 有人跟我一样 中了乳酪的毒 很喜欢乳酪吗 第二盒 手工蔓越莓曲奇 一个枝头明翠柳 两行白鹿上青天 我是不是说错了 好像是一个黄梨明翠柳 但这上面这个是黄梨吧 等到最好的你 各种混合味 还送了两块 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的糖 疙瘩 应该是两个面团吧 面团都给大帅吃 我尝一尝这个 吃到停不下怎么办 我录视频到今天还没吃饭呢 一小块 这个是硬的 不是硬的 是酥的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但是里面夹的蔓越莓很有劲道 要咬很久 有一种你追很难追的男神 但它还是个浪子 还跟你保持还没关系 就不跟你确定关系 很难追又追不到 这个就是好下咽 觉得能咽下去了吧 但又有一块蔓越莓咬 所以咽不下去 我这种变态呢 虽然说不喜欢用牙咬 但是有的时候能喜欢追求一下这种刺激 好吃 这是什么 一朵牡丹花在上面 我买了一盒花草茶 其实这个花草茶呢 等我吃完再说 所有的卖人每个脸到我牙上了 其实这个花草茶呢 当时买两盒呢 卖家是送我那种冲茶的杯子呢 像我这种爱沾小便的人 怎么可能送杯子不买呢 所以说平时人家跟我说什么 一个东西两块钱 三个东西五块钱 我一定会买三个 不是买三个 我还买六个 把便宜占到十足 两盒 实在是游击起来比较难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我就买了一盒试一下 品名气血茶 玫瑰枸杞百合草 桂圆千里红 每个里面还配几块冰糖 这看起来很适合 我刚才的那两个 吃那两种小饼干的时候喝嘛 泡一杯清香四溢 我整个人都要换旗袍了呢 我下次喝完了 再跟大家说感受吧 开水冲泡五至十分钟 加入冰糖即可 所以说它是有顺序的 要先冲泡一次 然后再泡水泡五到十分钟 再加入冰糖 怎么这么麻烦 一下子全倒进去不行吗 冰糖不够再加十可嘛 自己家也有冰糖 好 最后一样东西了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 我打开给你们看 你们应该会觉得我很奇葩 但刚好其实现在用了刀 这个是两盒乐德牌 牙签牙线 人整个每天都要用牙线的 去除牙里面的蚕子和stun 是最好的方法 我以前长住牙了嘛 就是因为我没有用牙线 所以说牙线是一个伤天害理 不是个伤天害理 是一个救人性命的事 对吧 你说你去补牙得多痛苦啊 所以说去买牙线 牙线这个东西呢 其实多用都有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牌子 各种各样的香味 各种各样的包装 各种各样的大小 各种各样的颜色 满足你各种各样日常的需求 你整着他们睡觉都可以 但问题呢 是有一天 我在跟我爸视频的时候 我爸是个牙医 这是前面的铺垫 我在跟我爸视频的时候呢 我爸说你平时 我在那里剃牙 我爸说我看看你用的牙线 我就把我已经剃了很久的牙 一个很恶心的牙线 放到视频里面给我爸看 然后我爸说 你这个牙线不对啊 你看你这个牙线 用过以后就松了 你看我的牙线 怎么剃完牙 那个线都不松 我说牙线松不松 剃完以后有什么所谓吗 难道你还想留着明天用第二次吗 我爸说 那不能那么说 你的牙线一定要好 不然之后松了 你就剃不到那个最好的效果 他说你看我用这个牙线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 是上海的 你一定要记得买上海的 牌子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上海的 我觉得好好好 然后因为你说 我跟爸爸也不是说总在一起吗 他跟我说什么话 最后我还是听了 他比较高兴嘛 对不对 哎正好机会就来了 Superbuy来找我 所以说呢 为了满足我爸爸 直到我听他的话 连牙线都买了 他给我推荐的那种 爸爸家的满足感 我就千里迢迢的买了两盒牙线来 我还非常认真的看 是不是上海出的 不是上海出的 我还不敢买 鉴于我刚才吃了 起司跟蔓越美 所以我先剃一下 如果说那个线会松了的话 我也不敢告诉我爸 我把牙体流血了 妈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的 第一个海淘转运开箱视频 自己呢是很满意的 然后呢 他用的时间也不长 十天真的就从中国寄出去 然后就寄来加拿大 运到我家门口送货上门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请给我点赞 如果你们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就请你们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样子以后我发视频 你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提醒 转时上线更新听我说话了 我就知道我这里这么有魅力 然后海淘转运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每个人也根据自己 不同的个人经验 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转运这个东西 谁能说的那么清楚呢 每一单都是抱着风险 对吧 反正我自己是这种感觉 但反正如果你们想试试呢 你们就可以试一下subscribe 如果说你们有别的自己的公司 你们还是用你们自己的公司 你们以上的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反正我自己以后还会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大概大家就得下个星期 才能听到我倒闭道倒闭道倒闭道了 但下个星期也不远 也就是几天以后 拜拜